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此前云儿神穿品牌服装出席了 2023年的巴黎时装周 云儿绝美的脸庞吸引了中人的目光 云儿这次新发性让她看起来更加的可爱清新了 同时云儿还在自己的账号发文了出席活动的照片 而眼间的网友又发现了她和俊浩之间的羁绊 二人都上传了对镜自拍的照片 自拍习惯都一样 小情侣隔空放闪了 两人还有一样的嘟嘟嘴照片呢 这张图云儿的花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此前俊浩也与同样颜色的花合照 不仅如此 云儿这身衣服的颜色和俊浩 此前去东京的时候 穿的开衫的颜色是一样的 然而这张图确实让我们看到了 云儿左手食指上戴的戒指 没错俊浩也有一样的戒指 据网友们所说 这款是情侣戒指 如果这是真的 粉丝们可太开心了 他们的恋爱传闻是从合作 欢迎来到王之国传出来的 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还有很多搞笑花絮 任恶为了拍摄JTBC电视剧 欢迎来到王之国来到了泰国 也利用空档时间拍摄影片 与粉丝分享 正在准备拍摄的任恶看着 少女时代的演唱会表示 我好想去看少女时代的演唱会 不过是在观众席上看 我很常说这种话 接着听到流血而出的音乐 任恶开心说道 哇 我喜欢这首歌 当任恶搭上船拍摄时 也一并欣赏了美丽夜景 让人不禁想起 身穿黄色连身裙的 爱马史东在电影 乐来月爱你中的形象 在另外一个穿着休闲服装 出现在夜市的场景中 工作人员也不禁赞叹 只是穿着白色棉体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漂亮 而在吃韩式料理的时候 任恶一边吃着腌脂满眼 一边坚定地说 脂满眼的纷争一直都不平息 反正就各自想办法拿来吃就好 一片一片自己看着办 让全场都笑出 看了影片的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林任恶在泰国真的太漂亮了 哇 所有场景都有不同感觉 全都好漂亮 任恶真的好开朗 还有一段花絮 饰演剧员一角的李俊浩 还有饰演 甜丝朗的林润娥两人 在影片中也是牵着手 展现出甜甜蜜蜜的氛围 因为秘密恋爱的设定 李俊浩大手一伸 将林润娥拉向自己并说 遮住就可以了 让观众都不禁感到心动 在另外一场拍摄开门的场景里 李俊浩在拍摄前 仔细地检查了动线 接着愉快张开双手说 进去吧 林润娥也调皮做出一样动作 李俊浩则贴在林润娥面前 把门打开 让人相当心动 李俊浩接着对制作团队 说明自己的演技 我一直都在看着四郎 四郎如果走到那里 我的目光也会跟过去 林润娥则因为没预料到李俊浩 竟会是如此火热的眼神而惊呼 让全场笑翻 尴尬的李俊浩又想了另一个版本 不然我这么做好了 像是在等待四郎的狗狗一样 接着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让林润娥忍俊不禁 两人为了在剧中展现 有趣场面一直不断练习 让人都能感受到两人的用心 而努力装作没发现两人在 秘密恋爱的配角们的演技 也让人止不住笑 饰演卢长石的安石河 跳得搞笑舞蹈 便让林润娥在拍摄过程中 忍不住笑场 拍摄现场感觉气氛超好 郡浩狗狗那part 我真的忍不住一目笑 还有一段吻戏的花絮 影片中可以看见 李俊浩与林润娥 正在准备拍摄中所瞩目的吻戏 影片中还能看到 正式进行拍摄前 李俊浩突然抓起椅子开始健身 为了展现完美的衬衫装扮 而孤军奋斗 李俊浩惋惜表示 最近变瘦了 肌肉鼓起来的感觉全都消失了 所以本来为了想展现肩膀 给大家看才做了运动 但因为瘦下来 没有能给大家看的东西了 有点可惜 接着便开始正式拍摄吻戏 导演一次就下了 OK的指示 李俊浩即便被洒水汽喷的一身湿 也认真看了回放 导演则极力称赞李俊浩 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你的被全尸就是我想要的 李俊浩则笑说 我只用了被宴戏 林润娥也承赞李俊浩 你的被是太平洋啊 随后也追加拍摄了 男女主角各自的画面 两人都以相当专业的感情 演技完成了画面 结束最后拍摄的李俊浩 因为身上实在被淋得太湿 而不断发抖 虽然马上就披上了毛毯 但还是没办法立刻赶走寒气 李俊浩与林润娥一边看着摄影画面 一边补充表示 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斗士演戏 但第三次开始 我已经无法控制了 因为真的太冷 林润娥叫做UNA 她是在1990年5月30日 出生于韩国首尔市 在东国大学毕业 是韩国的著名女歌手 演员主持人 同时也是韩国女子演唱 团体少女时代成员之一 回想起林润娥的童年 她出生在首尔市 一个富裕的家庭 生活条件优越 从小她就展现出了各种才艺 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 她都有人有余 她甜美的笑容和迷人的外貌 卸了身边的人们 让她备受青睐 2002年林润娥参加了 韩国SM娱乐公司的选拔活动 成功进入公司 成为一名练习生 这标志着她正式踏入了 娱乐圈的大门 作为一名练习生 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培养 在此期间 她不仅参与了公司前辈的 音乐视频台设 还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 和粉丝基础 2007年 少女时代这个女子 演唱团体正式出道 林润娥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并担任团体的主唱和舞蹈担当 少女时代以其甜美的形象和 精湛的表演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们的歌曲Gill The Boys等红遍了韩国乃至全球 林润娥作为团体的ACE 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但她以她无可替代的魅力和 实力稳定地站在舞台中央 成为了全民女神 然而林润娥的道路并不平坦 在团体初期 她曾经遭受到团队 商业价值受损的压力和舆论的谩骂 甚至有人认为她只是一个花瓶 并不具备实力 但是她没有放弃 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 才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她参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并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认可 她在音乐 演艺等领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一名多重才能的艺人 林润娥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回报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 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她的演技在每一部作品中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甜美可人的角色 还是坚强独立的形象 林润娥都能够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 林润娥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并多次捐助和支持慈善项目 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去关注 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她的热心公益行为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赞扬和认可 时至今日 林润娥已经成为韩国娱乐圈 不可或缺的存在 她的名字代表着努力 才华和坚持 无论是音乐 舞蹈还是演艺 她都展现了出色的表现力和专业水准 她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韩国 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粉丝群体 林润娥的风格可以是清纯可爱 但性感风格的造型更加吸引 她曾展现了她缝满身材的一面 穿着一件黑色的内衣 搭配上一件半透明的蕾丝衫 展现出性感迷人的魅力 这样的穿搭不仅能够展现 她完美的身材曲线 还能够突出她的S型身材和蜜桃臀 下半身搭配一条高腰扭扣裤子 既能够显高瘦腰 又能够展示她的长腿 最后配上一双黑色的亮漆面高跟鞋 既史上又优雅 这样的穿搭不仅展现了 林润娥性感又时髦的气质 也将她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凭借这样的造型 她跳舞时的动作没有限制 反而更加高贵和优雅 正是她多变的穿衣风格和优雅的舞姿 使得她深受大家喜爱 对不对 对不对